这种档案的问题的时候 除了你会用按右键 可以开启档案会用祭司本之外 我是建议可以使用这个 Notepay 加加 Notepay 加加其实为什么还蛮推荐的 因为它有点像照妖精 可以看到那个祭司本看不到的东西 哪些东西你按右键 Edit with Notepay 加加 打开之后你可以看到 这个的话其实你会发现我这边 其实也可以Ctrl 加 Ctrl 加也是放大 Ctrl 减也是缩小 它放大缩小其实跟 那个Spy 的一模一样 有没有 你会发现尾巴这边我有个什么 CR CR-LF 我这边的话其实 你们的应该是没有了 为什么会显示出来跟各位讲 我的习惯 我会把 Notepay 加加里面有个检释 检释里面有个特殊字员 特殊字员里面 我会希望它显示所有的字员 所有的所有字员就是说 包括换航 它也可以让我显示出来 换航 OK 那换航的部分的话 如果都显示出来的话 我就知道原来它换航 它为什么会多出这些换航 那我如果遇到这种换航 那我应该怎么解决 那首先跟各位讲一下 这个地方 它这个换航还蛮妙的 你会发现这边叫CR 这边叫CR-LF 也就是说它放航有两个方法 那为什么会有两个方法 其实问题也是一样 就是微软跟非微软 微软的话呢 就是两个 CR-LF 非微软就CR 这很奇怪 这个台湾市政府的工人员 它是有两个技术 存档竟然两个里面都有 这个很妙 不知道为什么 我搞不清楚 那各位讲一下 如果我是这个的话 对应的 其实在那个城市里面 你就要把它改成这个 反斜线R 反斜线N 也就是说 将来如果城市的话 这个东西 就是反斜线R 反斜线N 拖励是远 OK就是这样 那这个的话呢 就反斜线N OK 所以如果你要去掉的话 要不就是去掉这一个 要不就去掉这一个 反正呢 就去掉其中一个 那就会留下其中一个 OK 这个是我目前看到的 至于要怎么做 比较简单 接下来的话 我们就可以利用 把字里面的去除的函数 其中有一个叫REPRESS REPRESS 其实也可以 其中叫STRIP也可以 或者像什么REPRESS 那怎么做比较简单 可以接下来看一下 那 再来的话也许我想到了 不然我们就把这个 把这个CRF把它拿掉 那拿掉的话呢 当然我想到的方法就是 你可以直接在某一个文字 这个文字的话指的就是说 像.test .test 后面其实如果你要在 针对它做什么事情的话 那你可以怎么 点 点的意思是说 你要针对前面这个文字 做什么处理 那其中的话有一个叫REPRESS 所以你这边的话 可以在这边 REPRESS出来 你点REPRESS 有没有 意思是说针对这个文字里面的资料 那我要做取代的动作 取代有点像是在那个像Word 里面不是有什么Ctrl H 不是有取代 那它的做法差不多 那它就告诉你说 那总共的话呢 你需要给我三个参数 其中的话是一个OLD 一个是NEW 那一个是COUNT 不过看起来好像COUNT 不是必要的 因为COUNT应该是数量 你要做几次嘛 所以理论上的话呢 应该是给两个参数 那第一个参数是OLD 那OLD的话就是什么 就是我要去掉 刚才去掉反斜线R 就是下面那一个好了 比如说我想要去掉的是这个 这个东西 有没有 把这个保留 所以我就在这边呢 加上那个反斜线R 反斜线N 那NEW的话呢 就是变成没有 没有的话呢 在这边就是两个算号 就是没有 那意思就是说 帮我把这个资料里面 看能不能把它去掉 然后呢 再把它 这个 这个 去掉之后的话 其实就存 等于是说这个里面的 刚刚看到的这些 第二个换行 那就被去掉了 OK 那这里的话 我想请各位 也许可以试试看 这边可以加一个request看看 跑跑看 我的画面 我一直正确 所以最后的话 我把它改出来的结果 刚刚看了一下 这样改OK 不过好像他这边 改 没办法用那个反斜线R 跟反斜线N 最后的话 我干脆就是说呢 把它改成什么 反斜线N 就一个换行拿掉 其中一个换行拿掉 所以其中一个换行拿掉的话 记得你 如果要改的话 刚刚我是写在这边 如果你写在这个print的地方的话 那变成说他只有针对print的时候 去做那个处理 所以请你把刚刚的这个 就是点这个动作 本来在这边 请你把它换在底下 因为我是应该是 当他写进去的时候 我去把它取代 所以应该是写在right的这个后面 OK 写在这里 另外的话呢 我 因为刚刚用反斜R 不知道为什么 等一下再查就可以了 那后来我刚才先改成 取代一个换行看看 那取代一个换行的话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 把一个换行就是反斜R 取代成没有 意思就是去掉一个换行的意思 OK 所以其实补上这个之后 然后我再把它存档之后 那各位可以看到 这个结果呢 就刚好符合我要的 按右键 我就不要用esl开 我用那个祭祀本开 那各位可以看到 这个换行就不见了 等于是不会像刚刚一样 那是两个方法 所以第一个问题解决了 但是第二个问题还是在 什么问题 就是如果你用那个 esl直接开 它还是乱嘛 所以等一下 势必还是需要什么 还是需要用到pandas 那只是说 pandas呢 难度呢 相对又多一个模组 所以其实你会发现难的地方就是 你要搞懂模组怎么用 OK 要怎么挂上去 挂上去之后 如果你用它的这个模组的哪个方法 可以达到我们要的目的 模组里面的话 它有一些规则 你要知道那个规则 所以跟各位讲 你们如果下一个问题好了 我们就是 好了 乱嘛问题 我希望解决 那还是势必呢 一定还是要把它存esl 可是要怎么存esl 这还蛮重要的 如果你会的话 它将来也是一样化符文 靠用一下 我是建议 以后有时间 就是尽可能把那个 网路上的一些资料 拿来多练习 反正上班有时间的话 也就可以多做 其实就熟了 那怎么做 跟各位讲 我在云端摆板上面 也一样有个参考资料 这个参考资料 就是第七个单元 第七个单元的话 就是使用pandas 处理exale的试专表 OK 好像在讲义里面没放 因为放不下那么多资料 所以呢 待会各位可以 稍微看一下 就是说呢 如果将来 你想要把 网路上下载的资料 把它存成esl的话 你需要用到pandas 最简单 那还有别的方法 不过pandas是目前 应该算最简单 没有比它更简单 因为它其实只要有一个方法 叫做toesl 给它档名 它就成esl档 OK 可是问题 它必须产生一个df 的物件 这个叫data frame 这个data frame 有个固定规则 什么固定规则 它需要三个东西 你必须变给它 哪三个东西呢 第一个我举这个例子 如果你要写出去的话 它需要呢 这个data frame架构 一定要有三个东西 哪三个东西 各位有没有发现 这个叫pandas缩写spd 就是pandas 它里面有一个方法 叫做data frame 意思就是说呢 我要把它变成data frame之后 我就可以转成esl的四串表 特别是需要哪三个 第一个是data data 词呢 是中间这一块 中间这一块的话 你会发现 还蛮有点麻烦 它这个中间这一块 它是变成说是阵列里面 还要再加阵列 也就是说呢 这个是外面 这整个是一个大阵列 然后阵列里面呢 就再加 这个是第一列 第一个阵列 第二个阵列 第三个阵列 等于是一列 就一个阵列 阵列里面再加阵列 有点像二维阵列 OK 就类似像这样 你会发现 80 85 75 有没有 这个就是第一个阵列 第二个阵列 第三个 第四个 外面是中瓜 第一个 你必须要给它这个资料 第二个资料要给什么 给index 什么叫index 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 这个等于是 有点像第一栏的资料 而且你会发现 第一 A1这个 储存格里面是空的 所以在data frame里面没有A1 所以你用 放在esail里面 你会发现A1是空的 然后呢 第三个是什么 colons colons的是这个 所以这个是第一个 这一块 这是第二块 这是第三块 然后再丢给data frame 你就可以直接看你要to csv 或者你要to excel 主要我们是to excel 就非常的简单 那问题来了 那我要怎么样 可以把刚刚的那个资料 住宅卸到的资料 把它转换成data frame 所以其实 最难的地方就在这里 如果你可以克服这个问题的话 那以后你要怎么样存以sail Python里面是要存以sail 就非常简单 但是前提是要克服这个地方 先看一下 因为这个难度 应该是不算太低 最难的应该是这个 就是data的部分 二维阵列 OK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看哦 送货太大了 送货太大了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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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